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节目的第二节 这节我们就会谈下域錦标 跟转气錦标完全不同 长途赛事 里半的赛事 历年来说 当地称之为 进军英王錦标 重要的一场二级赛 但如果看过今年的参战马阵容 朱仔 我对这句话有点怀疑 有多重要呢 其实绝对是的 在近年来说 这一场下域錦标 也已经不是很受重视的赛事 越来越小 似乎很弱 尤其是出马少之余 真正的一级马 是很少步跑这一场赛事 有几匹赢完就不跑 好像施然之然 虽然有报名 早几天赢了就不跑 所以弄到戏马上 就不是太吸引了 你现在跑的那些都是 洛帝的代表 莫克圆崖 甚至乎是爱达河洲 是的 究竟只有五匹的参战马 哪一匹真的会有 我们想象中去到英王錦标的实力 过往不是没有 无敌先锋的年代 但转行转都很久了 是的 说到八年之后 人家都已经去到日本做配总 如果这位真的要数 其实这一场下位的錦标 司徒得着士的成绩是非常好的 86年开始截赢第一屆 到2016年以30年里 是赢了十次 三个之一投卖 今年他也放了一只岳马 是的 就晶莹汪洋 如果看过配搭 哇 莫牙 为什么会邀请到他很厉害 你看看油本我买到都不骑 是否这么厉害 立刻给大家看一下 5月19日的时候 阿斯顿原錦标 Aston's Park 这场 不过你说是否有一级赛绩 是没有的 但是进军上来就很快 他那一级的 其实是跑得胜烈至时候 就是上年的赛绩 今年两场 逐步十级以上 在路程上 上次跑得很像快地的姿态 比起他之前跑 远地完全不同了 远地赢了一点 当时在三欧园 4月27日那天 但这场一个月都未够 结果转到柳伯利跑 跑得干快地赢得完全不能跑 厉害 他赢了差不多五个马位 因为之前是看他 对啊 远坦地的表现可能更加好 原来不是 很快地赢得更好 所以你看看 莫雅已经跑了两场 要选择他 而且因为你整组马里面 他在我心目中 是暗牌 我们没见过的 但相对来说 其他剩下的四个 那些实力有多少 大家心中有数 如果还是我那天见到的 莫克圆崖 那就算了 就是这样 这个选择得对 对啊 对手 虽然出马少一点 也不是完全脱开很远的 注目程度 有一批古典乐师 这件彩衣 刚刚也有佳作 有啊 第三天的赛奇 数学教授 数学教授就赢了 那也可以看回 古典乐师去年 在下远禁都已经跑过第二 而今年呢 其实你说 跑下来的姿态 是不是真的好呢 我觉得他和去年 是相弱的 但我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今年起码热身材 没错 上个热身材是输的 而且热身材 还是赢哪一匹 后面也有一只红衣 那只老冈 那只老冈 对啊 他变成怨武幻步 那是怨武幻步 那天自己走路有点准 其实也是很前回来的 所以这场赛事 看来他本身的水准都高 而今季呢 我们看回赢就赢得很敏 其实是第一场 所以这场赛事 他又没有跑到他本身的第二场 就不像刚才我们看到的 精英汪洋 因为已经是第二场 可以的变化已经很大了 又是上来的四岁马 对的 似乎是另一个势力 不过上届他输给爱达河洲 爱达河洲在我们心目中 从来还是古魔王的二线马 但是你看到 今年在上年部署方面 他决定跑完英国之后 就到处飞 加拿大又去一下 日本又去一下 杜白又去一下 但是今年回到英国之后 其实这个表现 在我心目中是有点失望的 是的 好像停了那样 是的 因为如果我们看到的 莫克元 我们都说了 他的形容就是 他没有进步过 是 其实没有 爱达河洲 叫做能力高过 莫克元一点 但是还是没有进步版本 底质高 但是就停了在那里 再进步 没错 看回上次在加冕杯 其实一点威胁都没有 你说英爪也糟 他更糟了 英爪都自己摊 南三是英爪都 他在镜头最左手边 他下班比英爪都更早 是的 但回来就可以纏过他 前面当然好看 看到金库神偷和陆江 我们也看到露光带给金库神偷的体力消耗 影响有多大 真的看到的这场 不如想起来 怎么会不赢的 人家真的实力高你很多 那样看法 不如还没看到 看到了 为什么都说不到他 因为他输了八个半码 拍不到 拍不到 所以为什么莫雅不选择 就是不选择这一批 其实都理解得到 见就见了 也不是说三岁转四岁 究竟的进步还可以多少 再看另一批他没有选择的莫克圆崖 那晚威斯七王錦标 我也尝试一下 希望他有第三 老实说 你说过金库神偷 过私人之前 我也觉得他比较敏 其实他一滴也没有 真的没有 对 他已经是赚过 其实前面 要是放快了一点 走到跑线 又不是说真的好亏 入到直路初 望雅都不肯骑着 但见到其内 连鹰爪刀转弱 也过不了 所以就是说一件事 他今年一出 赢了一场 卫尔斯乔錦标 好像很精彩 但去到达到金杯 就好像 喂 自己扣女的轻炸大战 这场都已经看到了 是卖不到身 我有一点害怕 结果去到上场 更加好像再退一步 对 今次会再退又如何 还是因为 跑回里半会好 我自己有些保留 现在这样计算 就出马少 就是 随时可能有个第二三名 就不奇怪 因为出马就太少 只有五笔 但你说真的输给轻炸大战 经常都提了 轻炸大战 多少年没有再赢过马 那你现在输给他 而且轻炸大战 不在1600 对 在2100 对 那个问题很大 而且看回那场 赛事的进程 不是没有骑 但是你不像会过轻炸大战 那个问题就大了 既然是这样的话 就是说他不是那么厉害 不是那么厉害的时候 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其实你再数下去 你已经说完了 是 做了一种红炊 就是我们上次有看过他 拍唱会錦标的时候 当时我们自己也说过 在实力方面 就不及那只定座 但是在部署方面 这场很有诚意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到最后阶段 他自己移出去 贴着条纜利 他想偷鸡 这场马 对了 不过从来都要记住一件事 这一只马 其实他是这种跑法 他跑到3000也是这样蓝 跑到2400也是这样蓝 过不了定库 定库是比他高的 所以你说这次 是不是很有上风 可以赢得到 你看到什么晶莹汪洋 那些都会爆上来 而他一直这样蓝蓝蓝蓝 只有蓝字 故知而言 这一只都是我们的半只主队马 是 夏季先生拥有的马 都希望会跑得好 唯一一点就是 希望就是欺贴这一场马小 就是马小 如果你说前面的马 你又不走 我又不走 他有没有机会先走 这件事 我希望可以拼得到变数 去到第三天 看到亚斯谷开始转 是的 我们刚才看的片段 他不是用这些招 当时只不过是直路 是的 那这次是 究竟五匹马 他不一定要摆到最尾 有些机会 可能半佬走上来 拼你们不行就走 如果摆到最尾 就可能有机会 你看看这几天的亚斯谷 如果去到第二天的时候 转弯路程都是 你一定要跟起 头五位左右 就比较好 太过后想 甚至乎早段已经在二叠 三叠 就没什么运行 我想杜俊成应该清楚 他有头马进仗 手风也算純 是的 因为当年我也记得 红色礼物也试过 在这个下卫禁标 跑过第三 这件衣衣 起码也算是有缘分 即管看这只红翠 可不可以在这 有些表现 希望他做得到 似乎说了这么久 好和不好 都挺分明的 只是排队而已 既然莫雅 其实阿斯徒得着士的马 好像也要先选择他 而且这些马 底细是未明的 这些四岁马 你这一半 你见他很準的 跑三次 两回合 一个第三 所以这里也会先选莫雅 先选择 我自己一定是红翠 有些感情 刚才那场也很清晰 顶褲赢他 跑第二 都很明显 我自己也会持续他 希望一件事 就是真的莫雅斯帮助他 他从来都是一只 在十只 或者在楼下 一些小的感情 都会跑得好 那只剩下我 别无选择了 因为我对我 真的算了 我没有黑缘崖 而且我去大陆荷州 我就不一样了 只剩下古典岳斯 年纪他大一点 不会太大进步 好就好在今季一开季 开得很好 希望可以维持到表现 而这件彩衣 在亚士谷赛旗 刚刚也有进帐 但不断的感标 希望可以维持到强势 好了 这两项的赛事 将会是今年 王家亚士谷赛旗 借莫线 比较注目的 其他赛事 有些出马 羊羊大观的 屈颈鹹感标 在这都眼都花 但记得留意收看 还有 温沙浦感标那场 是很多两岁马 而那场赛事的马 有些可能他一早都会来到香港出赛 以前有个恩格斯 是的 没错 这一集我们也说了这么多 留意就开始播映的时间 同样 跟之前的三天的赛期一样 都是晚上的9点15分开始 星期六晚上 就开始看直至尾场到12点半 好了 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 下次还有的 日食 没错 日食大赛之前 再跟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